美国联准会开完今年最后一次利率会议 主席鲍尔还是很阴 联准会决定升起两码 联邦基准利率来到4.25%到4.5% 这是2007年以来新高 但是还不够 大部分联准会官员预期 终端利率要到5.1%的水准 才会结束升息循环 也就是明年几次会议都将持续升息 鲍尔直言现阶段通膨压力还是大 美国还是缺劳工 美国经济明年和后年只成长0.5% 放音反驳外接2023年转降息的预期 美国股市盘中因此跳水急沙 道琼一度大跌超过700点 四大指数中场全部售黑 明年底前预测可能还有一次三码升息 美元完全没有反弹动力 直接翻黑走扁 金价也被打压 香港金管局紧跟美国联准会脚步 宣布升息两码 成为今年第七度升息 近新闻彭信住家里报道 未经济会议都会有代表 幸福 explains 一生之后 突然间数字 展示 提供